坎烈 淡宾50只产品跌破警戒线6只面临清盘 最新回应来了 A股开年以来持续大幅调整 让众多投资者有点措手不及 顶流公务基金经理和私募大佬也不例外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1月底 东方港湾淡宾旗下东方港湾驰骋一号 东方港湾红远三期 东方港湾红远两期 东方港湾价值投资25号等多只私募产品净值 跌破了0.8元传统的警戒线 随着A股新能源 白酒 医药等主题行业继续杀跌 私募大佬业绩继续下滑 据媒体报道 淡宾旗下合计超50只产品净值 跌破0.8元的警戒线 6只产品净值跌破0.7元的传统止损线 对此 淡宾在其实明微博中回应称 目前我们产品都有做好相应风控 净值相对维稳 我和交易部始终保持谨慎应对 目前震荡行情下 市场恐慌情绪较多 东方港湾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 白酒危机 2015年股灾等等股市不好的时期 每次之后公司发展的都更好 春节前后 A股市场急速下跌 公募和私募都很受伤 2月10日 葛兰旗下医药主题基金继续大跌 登上热搜榜 东方港湾创始人淡宾在该话题评论称 投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容易 好的时候都容易 坏的时候就难了 而且非常难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手骨像手拐一样难 2月11日 淡宾旗下产业跌破警戒线 也备受市场关注 据媒体报道 淡宾旗下合计超50只产品净值 跌破0.8元的警戒线 6只产品净值跌破0.7元的传统值损限 证券时报记者从私募牌牌网了解到 截至1月底 淡宾管理的东方港湾池城1号 东方港湾红远3期 东方港湾红远2期 东方港湾价值投资25号等 超20只私募产品净值在0.8以下 净值出现亏损 甚至临近警戒线的私募产品 成立日期多为2021年 2021年以来 核心资产股票接连调整 年终虽有反弹 但下半年后 不少核心资产股票再次回调 进入2022年 新能源等赛道股轮番下跌 白酒等消费股跌幅也比较明显 但逼以白酒投资出名 其关注的话题多数与白酒相关 因此 在白酒等核心资产股票回调的过程中 其私募净值出现回撤不难理解 实际上 市场急跌导致私募亏钱的不止淡兵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 截至2月7日 百亿私募有113家 只有102家业绩为负 相当于接近90%的百亿私募出现亏损 其中 35家百亿私募的亏损幅度超5% 7家百亿私募的亏损幅度超10% 最大跌幅接近15% 另外私募还排网数据显示 截至1月底 1259只股票策略 私募基金净值跌破0.8元 其中更有超500只基金净值 跌至0.7元以下 前公募一哥仁泽松旗下产品也不乐观 其奔思后加盟的上海急元资产旗下的合计8只产品 1月跌于20% 其中亏损最多的是急元 祥瑞一号 亏损高达29.53% 而少数派投资 千项资产 桥水投资 宽远资产 黑益资产等百亿私募业绩为正 开年以来 A股主要指数权限飘率 银行等金融股路得上涨 而港股由于前期持续低估 开年以来 在互联网股票的带动下 有所反弹 这可能是上述私募能路得正收益的原因 华金证券表示 2022年1月 A股市场受海外流动性收缩预期 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行出现大幅调整 美股虽然也受到流动性收缩影响大幅回落 但很快收回大部分跌幅 市场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背离 可能主要是双方对于对方的政策和现状 出现了一定的误判 A股投资者情绪化更明显 在流动性收缩时往往预期更为悲观 调整更为剧烈 一旦流动性状况稍微缓解 市场或将迎来持续反弹 在市场调整过程中 头部思目并不回观 而拉长周期来看 短时间的下跌 也都为上涨过程中的插曲 百亿去实资产近日发文称 展望未来 居民参与A股的体验胆会越来越好 一方面 政府提出了资本市场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口号 随着注册制的进一步推行和完善 以及机构资金占比的进一步提升 A股的波动性有望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 我国正在大步迈入权益时代 随着房地产行业出现拐点 飞标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更是加速了居民配置资本市场的进程 居民对资本市场和A股的了解逐步加深 追涨杀跌的现象有望有所缓解 居民不再将A股作为一个投机工具 而是一个重要的资产配置品种 居民参与A股的体验胆会越来越好 立足于当前 随着A股的快速回调 有望以外布局的良好时机 量化思慕明洪投资认为 对于2022年的市场 宏观上看 美国货币环境会适度收紧 但从非常宽松的基数上出发 并不会对市场有很大冲击 国内政策大概率稳货币宽信用 经济增速放缓 现在大中小盘指数估值都在合理范围 合理的预期年化收益 和股市平均欧相当 预期市场平均收益 在7%至9%左右 少数派投资表示 一个完整和优秀的投资组合 关键在于要动态审视自己 不同风格基金的配置比例 达到攻守平衡 比如对于去年有所调整的银行 地产 金线等板块 随着2021年四季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市场政策底已确认 政策发生边际变化 同时伴随着稳增长政策细节持续出台 前瞻指标可能改善和国内增长逐步齐稳 市场情绪也有望修复 未来有一定的回升空间 可以作为投资组合中后卫变前锋的转化 而去年涨幅大的制造成长板块 例如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及科技硬件半导体等 短期内可能受到一定压制 可以作为防守板块 等待市场风格的再次变化 在其充分调整后慢慢配置 华金证券指出 上半年 国内货币政策以稳为主 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回落 流动性在海外持续收缩的背景下 实际将表现为中性偏紧 业绩估值双杀 而中美关系磕磕绊绊 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持续竞争仍将是主基调 风险偏好乃有大幅提升空间 市场或需要继续向下寻找支撑 下半年 逆周期调节政策有望发力 产业驱动从某经济转向新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增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居民资产配置从以房地产为主 逐渐转为以资本市场为主 A股将重回曼宁之路